龍龍鎮長吳秋林來到被推薦接受獻服表揚的模範母親蔡寶珠家中 親自自證表揚狀禮品、蛋糕、胸花等等賀禮以示敬意 希望說不要到轉眼鏡大家一起來受獎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各個模範母親的家裡來做這個贈送禮物 跟這個蛋糕還有我們的獎品的這個活動 今天來到我們的蔡寶珠姐姐她是今年我們代表宜蘭 龍龍鎮各界到宜蘭縣政府受表揚的模範母親 在這邊要恭喜我們的寶珠姐姐她家庭的子女 還有在我們老師的陪伴之下都有非常好的一個成就 蔡寶珠在23歲時與擔任公務員的陳文樹先生結婚 育有一男兩女各個資書打理學有所成 長男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來任教 長女則是在縣內擔任教職 次女因果留學之後在台北私人企業服務 而羅東國小的校長賴上義也是她的乾兒子 所以她的這一個子女的教養還有我們的家庭都非常的美滿 主委我們全羅東正的一個楷模 那其實還有我們的禮 我們在代表會有推薦的總共今天我們 我們的模範母親有25位的各禮的這個推薦的模範母親 她們都是在各個家庭裡面 她們有非常好的這個表現 然後我們他們的子女都有非常好的成就 我是一般家庭的媽媽 也沒有什麼樣子 我就是跟孩子教得好 讓先生好好去做生理這樣而已 孩子都很乖他們不用讓我上去 老大男的在大學教書 國立教育大學教書 以前也是老師 英文老師 陳佩佩老師 小的現在從英國回來 她現在在上班 她覺得發揮愛心 她非常愛心 我們家裡 剛才你看各位報告過 我們家裡到現在 有五個外人 兩個是自己 三個是我女兒的同學 到誰沒搞上就來家裡住 無條件共住共吃 她有這種氣度 溫馨五月母親節將至在疫情肆虐之下 羅東政公所取消表揚大會 改由政長吳秋林 特別在母親節前夕 一一親自到25位的模範母親家中致意 依舊愛心不減誠意滿滿 也希望為人子女者 在平時都能抽空陪伴父母親 讓父母感受到敬意與愛意 並且祝福所有勞苦功高的母親們 母親節快樂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